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川普总统星期五签署了一项法案 结束了联邦政府短暂关门 并增加了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和国内支出 川普在推特上说 刚签署了法案 我们的军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我们的军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我们热爱也需要我们的军队 也给了他们一切甚至更多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首次这样 这也意味着工作工作工作 川普星期五早些时候签署了几小时前 众议院通过的40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法案 议员们以240对186票批准了这项预算案 提供了未来两个财政年度的预算 但只通过了政府运行到3月23日的拨款 众议员们要在那之前制定一个到9月30日截止的财政年度的详细预算案 目前的预算案虽然通过 但遭到了一些反对大幅增加支出的议员的反对 预算案中没有保护DACA项目的100多万无证青年移民的条款 由于国会错过了联邦政府拨款的最后期限 美国政府周五凌晨一度关闭 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联邦政府第二次部分关闭 之后参议院以71比28票决定让联邦政府重新开始运作 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反对参议院就这项增加数千亿美元政府支出的协议进行表决 他说 这将导致美国已经增加的联邦赤字暴增 并使美国20多万亿美元的国债增高 保罗参议员长时间发表激情讲话 拖延了参议院就预算案的投票 导致预算案因无法投票而错过最后期限 以至联邦政府数小时的关闭 保罗在讲话中说 我尽反来到这里是为了让一些人尴尬 让他们不舒服 我希望他们必须回答自己选区选民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反对奥巴马的赤字 却赞成共和党的赤字 保罗的反对引起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姆的愤怒回应 他认为多年的预算限制制约了五角大楼和国内项目后 军方迫切需要额外拨款 预算法案在参议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之间磋商后 似乎在国会两院都得到两党的充分支持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康宁说 这个协议确保了我们的军队将最终拥有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他说 此外预算法案将为我们的退伍军人 现役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 并将为我们国家基础设施的新投资扫清道路 来自纽约的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舒默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协议 这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我们可以打破立法机构的僵局 为国家的利益共同努力 与此同时 一些激进的民主党人则抗议这项协议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保护成千上万年轻的无证移民 这些在童年时被非法带到美国的年轻人面临被驱逐的威胁 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议员古铁雷斯说 他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他们与我们共享我们的国家 现在 我们受到召唤保护他们免受驱逐 民主党人在1月份阻止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 导致联邦政府部分关闭三天 民主党人这样做 是为了抗议国会对童年入境暂缓 遣返计划DACA不采取行动 川普总统去年停止了前奥巴马政府的这一计划 国会要在3月5日最后期限前达成解决方案 两党尚未就彻底改革移民法的问题达成协议 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一再承诺 在预算案得到解决之后 参议院就移民改革展开辩论 包括解决DACA移民的问题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四也做出类似的保证 他说 对于任何怀疑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承诺 提出一个DACA和移民改革法案的人 你们大可放心 我们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一个总统肯定会签署的解决方案 以上是柳橙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